虽然不提倡广大女星朋友们 嫁给一个爱拆台的老公 但是黄晓明说的是实话呀 回头看黄晓明与baby的过往 还真是爱恨情仇 玻璃跟糖渣都穿在一块 在跑男里baby玩命题电话的游戏 游戏内容是打给圈里的一位好友 让其说出你要出穿级帽的关键词 baby一开始还挺苦恼 因为他并没有什么音乐制作人的人脉关系 但是经过大黑牛的提醒 baby果断地将电话打给了全能老公黄晓明 电话响了几下还没接 baby已经面露难色了 好在黄晓明这个宠妻狂魔最后还是接了 并且上来就喂了一把狗粮 甜甜地叫老婆亲爱的 时间有限 baby赶紧问了关于音乐制作的事 baby询问老公 我唱歌好听吗 面对此番送命题 黄晓明还是求生欲极强地说 黄晓明跟老婆说话的语气 就跟哄小孩子一样 王晓明当时很宠baby吧 对他很好啊 一直支持他 哪怕是baby不擅长的领域 只要baby撒娇一下 就大方地说给你出专辑 平时私底下肯定就是很宠 也是被幸福欺负的那一方 但小明哥的这个求生欲是真的若隐若现啊 baby在采访中说自己家境不错 家里是做服装生意的 每天都有营业额往银行里存 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叫爸爸妈妈买一个玩具 乍一听 这种家境没有富足 也得有小康了吧 可镜头一转 黄晓明就静止地拆了这个台 黄晓明心疼baby没有一个很好的出身 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担起养家的重任 还要照顾弟弟特别辛苦 完全跟baby前面所说的家境因是不同 而baby当时就在黄晓明的标上 看老公拆自己的台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但是小明哥他说的是实话 即便是夫妻 也没法看遍对方那么多的采访 他只是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了 是真心心疼老婆 而且小明哥说话一直这个风格 也不是故意去怼大宝贝 无心知己 黄晓明对老婆有多好 都是人尽皆知的 贾胆量就曾经在节目上报过料 baby在横店拍戏的时候 想吃冰淇淋哈根达斯了 黄晓明就把横店一条街的哈根达斯 全部买下 放在baby专属的冰柜里 好家伙 这首比baby演戏的薪酬都要高了吧 那这个是绿色的冰柜里 你可想看着我 买来会有风格的冰柜里 我把这次冰柜里